大家我是伦源投资长 那今天的一个台股 因为美股涨多压回来 所以台股在今天开盘呢 直接往下开低之后 目前呢 在这个盘中 那当然这个地方呢 继续呢 做一个破底走势 所以今天属于一个什么 单向盘 所以在单向盘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走势当中 投资朋友要看到 整个成交量的一个部分 这个地方呢 他已经量收 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角度 因为五个波段的一个走势呢 如果这个结束 投资朋友 那接下来盘中之后 将有机会呢 做一个什么反弹 所以以今天的一个盘式来讲 我认为还是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盘 我现在我在上一次呢 节目上也跟各位谈到 指数目前就是一个大区间 9550到9850点 所以9850点以上的这个地方呢 他属于一个比较震荡的一个格局 但是以这样的一个格局呢 你要如何的操作 这非常重要 因为指数来部分的话 那当然以指数部分目前呢 各位重回呢 业绩线之上 所以代表说 以目前的一个大盘 这个区间没有改变 那今天刚好呢 指数呢来到一个什么 下降趋势的一个位置点 也是等于说一个呢 横盘 下斧的一个 在那个震荡的一个格局 所以以整体的一个操作 我们认为说 应该还是要 在进行的一段呢 区间的一个震荡 那这个大盘 是否呢 有520的行情 各位呢可以观察呢 9775这个位置点 如果没有再跌破 我相信呢 520的一个行情 应该呢 是大家呢 可以值得期待 但是在个股上的一个操作 这个差别性呢 就非常的大 同样的在 前子股部分 因为外资呢 这一次呢 他转卖为买之后 其实他买超的一个金额 也不是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指数的一个部分呢 短期间呢 要大涨 可能还有一点难度 但是在个股上不一样 因为我最近跟各位讲说 第二季的行情 其实的操作 跟第一季呢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营收的部分 我现在现在 很多股票其实在反映 第一季的一个汇损的一个部分 但是 我想呢 在汇损这部分呢 慢慢的 利空淡化之后 那第二季还是要回归什么 基本架构 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思考 那哪一些股票 你要趁这一波 大盘在做反弹的时候 那你上来呢 你要先卖出 那你资金再转换什么 下一波 也是说 在第二季之后呢 比较有机会 能够大涨的 那这种股票呢 我现在都是从低档 去突破 或是领先大盘 创高之后压回 那这些股票 就是投资朋友 你要优先呢 优先来做一个布局 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现在每一个时期的一个操作呢 不一样 各位验证说 我们之前做的股票呢 其实你低档买再高档卖 各位 这是什么 做完一波再一波嘛 那你卖了之后呢 盘跌下来 我先各位 你是不是先闪掉的这一波 短线的风险 你再把资金什么 转到呢 另外一些个股 就像说 台胜科也是一样 我相信你的红金融 我都在高点 虽然不是说 最高 我不是神 我不可能卖最高 但是至少你在低档买 你随便卖 随便什么 停利呢 随便赚 你卖了之后 你看是不是又得下来 所以你又闪掉了这一波 闪掉了这一波 所以股票呢 每一个时期的操作 你看不一样 这个叫起账点 从低档的去突破 那这个叫什么 高的高档的反转 所以这不一样的一个形态呢 你如何的去判断呢 是非常的重要 我现在这个都是呢 我们呢 带各位呢 倍速后利的股票 就从低档 各位 你看底部一路电高 底部一路电高 所以你在高档卖 你就是闪掉这一波风险 你看 这颈线位置 跌破之后 反弹了没有再过高 那这个是什么 有多在转空 所以呢 在这些个股 你要如何的一个操作呢 很重要 那利清的比较重要的是说 他这个低点没有跌破 所以他一个长逗格局没有改变 所以这种股票呢 各位 如果你高点有卖 拉回来呢 什么时候呢买 这很重要 我这个地方呢 我跟各位讲的股票 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卖掉的股票 我们随随都在注意 我们不是说这个地方 我们卖掉了就不理 除非说 他整个形态转空了 那转空还没有转多之前呢 红军的我不会呢 带你再去买 但是 现阶段要如何的做呢 才是最重要 因为第二季呢 包括今年各位看到 今年我们跟去年一样 其实都是复制同样的一个模式 同样的模式 那今年呢 其实很多股票 来各位 这个叫强势股 这个叫强势股 现金光的这一波 我相信各位 我们是不是复制呢 大宗的模式 大宗的模式 那现金光 红军我也不是要叫各位 你去追 因为你来不及呢 跟我们呢 在低档呢 买进的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最近其实各位看到 一些光电股 它都已经领先大涨 你看 连一光 有没有 直接换手 你看大量都能够换手 那 涨多 各位 即使我叫你追 你也不敢追 所以我说呢 这个地方呢 你要回来回头 去买什么才是最重要 同样的光电股 有没有的光电股呢 从低档上来的 或是呢 形态刚刚突破的 当然有 最近我跟各位讲说 三低感测 非常的重要 但是很多人 你看到 很多老师 你看 哇 拉上来 大家都有 但是跌下来 大家都没有 我讲过 第一季的会损 所以他第一季 小亏 没有关系 我们看的是未来 你看到在整个底部 这里突破之后 你看到缺口都还没有回来 所以 所以同志朋友没那么弱了 我在这一根大量 他震荡之后 如果能够换手 那这个 就是换手成功 我们 事先讲嘛 你事后你再来验证嘛 不是说每一次呢 同志朋友 那都事后论 我跟你讲的 不是那种短视经历 很多人 我今天赚个3%5% 3%5%又怎样嘛 他会让你大赚吗 但是你每一次出手 出手都会赚吗 如果你一档股票 像常华科一样 两次赚个两倍 台胜科 你看赚个两倍 利钦赚个一倍 大宗赚个一倍 现金观赚个一倍 同志朋友 你累积一倍一倍 你看到 那总比你 每一次 你看赚个3%5% 今天赚3%5% 很高兴 大吃一餐 那明天呢 又赔掉了 又赔了3%5% 我相信 连吃饭都吃不下 你何必把自己的生活品质呢 搞成这么差呢 所以有一些好的股票 同样的一个族群里面 来各位 这个你看哦 这个多序呢 创新高之后 来投资朋友 下降趋势突破 你看 那这一种呢 形态转转多的 那你买了才能够进可攻退可守嘛 所以呢 我说呢 行情呢 是留给有准备的 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行情 绝对是不一样 你看宏俊 我从去年9月份 昌华科到现在 一档这一档 但是我有重复吗 我是在每一个时间点 不懂的时间点 帮你找到好的股票 那我能够呢 帮各位锁定好的股票 大家都能够赚钱 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但是你至少要赚钱之前 你要把你的观念 你要改变好 你观念不好 一世人买到股票 你观念不好 我跟你说 面对随时 我们贯得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呢 观念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大盘 短期间 尤其说在五一劳动节之前 因为有廉价的关系嘛 所以大盘 他必须说 这个地方再做一个震荡 但是震荡压回 是给你呢 最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我希望投资朋友 好好呢 跟我们呢 来做好准备 不要失去呢 最好的一个机会 来 像这种 你看调整 之后呢 来 会不会不一行反转 会不会不一行反转 这个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所以想跟着我们的脚步 逢低来布局呢 这些刚从底部上来的个股 你现在要做的策略 弱势趁反弹 卖出换到下一波 有机会大涨的股票 我们明天同一天再会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择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有机会大涨的股票